你这样子的事 我这样子的事 你这样子的事 聚俊叶53岁的年纪 没有一二半女的 却十分喜欢小孩 只是现如今是自己嫁入了大S家中 哪有什么话语权 只是安安心心在家中多多做饭伺候大S 刚刚嫁入大S家门的聚俊叶 是一家人的宠儿 可慢慢的 聚俊叶就从姐夫变成了被嫌弃的对象 如果没有王小飞那勇敢无味的爆料 那么聚俊叶还能享受几天清闲的日子 可是王小飞一断了大S的经济来源 大S才知道自己的日子 到底有多么不好过 聚俊叶虽说是自己眼中的完美情人 可是聚俊叶兢兢业 在外面打碟的费用 可养不起一大家子 更何况现如今 大S和聚俊叶的事业 都被王小飞的爆料掉个精光 这样入不敷出的生活 大S又能维持自己多久的体验人设呢 正是因为如此 大S才把目光放在了小孩子身上 毕竟结婚十多年 大S深刻知道 汪小飞到底有多爱女儿 大S用孩子们来维持自己的精致生活 让聚俊叶都看不下去 忍不住怒斥大S 你别用孩子牵着别人 这样的话让汪小飞都觉得意外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